舅舅, 你別走來走去, 弄得我頭暈了 你姐姐再不來, 我頭暈了 節目已經開始了 你姐姐捐了三百萬, 要表演唱歌 還有三百項目是道具的 人也不見了 那一姐姐不道, 怎麼辦? 你頂上, 打開唱 我唱歌不太好 簡直難聽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遲了?不好意思 龍小姐, 麻煩你快點換衣服 化妝師是私人化妝間在等你 知道了, 這邊 姐姐為什麼這麼晚? 跟大龍先生開會開久了 姐夫不知道阿蓮今晚 要上歡樂滿國華表演嗎? 有什麼事一定要今晚談? 就反駁不了那個項目 小蓮他們找了那位柔老先生 很多次都不騷擾我們 現在簡直找不到他 我知道為什麼 之前看新聞 說柔老先生心臟病進了醫院 之後一直都沒出過院 那他身體有事 怪不得就不鬆開我們 所以大龍先生和小蓮都很擔心 如果柔老真的有什麼事 他沒有結婚、沒有子女 沒有任何繼承人 公司就會給你基金管理 我們跟他們談合作就很麻煩 原來如此 不用擔心, 一定會說得及 什麼? 鬼呀 鬼呀, 你的頭 鬼火這麼漂亮 你表演唱歌而已 要不要穿成這樣 這樣嗎? 因為我今天要唱的是我偶像鄧麗君首本名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很尊重表演和偶像 所以我無論唱功和造型都想學足它 輝輝, 我漂亮不漂亮? 你簡直像鄧麗君一樣 唱得又看得好 這句話, 我想在這個世界上 除了阿輝都沒人說得出口了 是不是?Terry? 我那天輝哥說得對 沒問題 接下來我們有請接龍集團的龍力蓮小姐 她將會為大家獻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楊龍先生… 楊龍先生 楊龍妹也宜BO說得不錯 琢獰三相 這歌去ко好 以前都是二口舞蹈成這樣 那天輝哥有什麼呼吸 ? 知道了, 我不認識你 姐姐你叫先聲奪人 我說她搶得好 在錄影 死亡時間, 九轉07分 尤老先生…你氣死回生 奇跡… 媽媽, 你真是… 你要我拍一幅理想給Rebekah 我是可以的, 也算了 但你也不可能在辦公室 突然間請我那些衣服來拍 被人看見, 那怎麼辦? 兒子, 這次Rebekah 給你這麼大的資料 你是不是應該對人家好一點 報答給人家呢? 這倒是, 要不是她 我也不會知道尤老竟然主動約爸爸見面 還要撞到那隻農林趕去機場 去海南島討論另一宗生意 那你就可以截足先燈, 想好油腦 說不定她喜歡你 到時候就可以搶回來 反駁不了那個項目回來 那些功勞, 龍力明就一點也沒有份 不用婚 表演時間 走 Rebekah 你好… 威哥呢? 二太 Rebekah, 我幫幫你 Tonic在這裡吧? 你不是, 去過機場嗎? 雖然我們不知為何你們會收到封 但你們收到封事, 我們也收到 想知道為什麼我再說一次回來 是因為我有個很漂亮的秘書叫May 你那種菜肉餃子, 算了吧 你說什麼?我們不明白 因為姐夫為表誠意 要找個美女助手一起去接遊老先生 所以就問了阿蓮, 證如May, 我們就知道了 我知道我還不趕快回來 你去哪裡都不去, 龍力士 你也算有不得了 你想趁我不在這裡 趁機走過來拆遊老先生的鞋 然後就拿了我的項目來做 是妄想的 這個項目我Max也有份的 他在這裡很合理 就是了, 你來說就是… 不是, 為公司的利益著想 你也是極速歸家吧 這個項目是我有份做的 我為什麼不可以在這裡 項目?問題你也有 你看看你的兒容 頭髮亂的耳環就剩下一邊的鞋子 就快脫掉了, 你想摔倒了 怎麼搞的?我的耳環不見了 不要浪費時間… 你怎麼搞得我這麼聰明 撿撿撿撿撿撿 雷魯先生, 請這邊 威哥 爸爸 謝謝, 由魯, 我來替你介紹 是 由魯先生, 你好 我是農曆氏Max接農CEO 農家的長子 這個反撥不了項目是由我負責的 阿威, 無謂人我就不想迎籌了 我只是想跟你千金Linda談 Linda? 由魯先生, 你好 由魯, 聽說你之前身體抱羊 現在沒事吧? 不只抱羊這麼簡單 還心臟停止了跳動 醫生宣佈了我死亡 要不是因為發生了這些事 我也不會死過翻山 大難不死, 必有後福, 由魯先生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我中過風半身不順 所以我就想趁自己還有些時間 立刻找你做一些我想做的事 原來游魯對我們反駁不了的計劃 也有興趣, 這樣就對了 阿蓮, 跟游魯講解我們的計劃 好, 游魯先生, 我們打算… 行了, 這個計劃只要是由Linda負責 那我就沒有意見了 我們集團會全面配合你 利潤分拆方面, 我沒有意見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不過我們的條件… 我有沒有聽錯? 游魯的唯一條件… 是要跟你結婚的 他是不是精神有問題的? 八十九歲人了, 半身癱瘓 整雙腳踏在棺材上, 現在要我嫁給他? 我也覺得他的要求太荒謬了 之前我們給了很多好的條件給他 他也不肯 現在竟然說因為看了你唱歌 就愛上你, 還要跟你結婚 他簡直說阿蓮可以令他死而復生 結婚之後就可以繼承他幾百億的身家 他是不是病得懶惰了? 還是說你唱歌難聽? 我又覺得我唱得挺好聽 他品味是有的 但是不至於要我嫁給他, 是嗎? 雖然我也很想跟游魯合作 但是我覺得整件事太兒戲了 爸爸, 你覺得兒戲就對了 你不會逼我做我不喜歡的事 那單身要怎麼樣? 很簡單, 他喜歡聽我唱歌 我就用我美妙動人的歌聲 去回饋他 明月只是有八舟問晴天 小蓮, 你又在這裡練歌? 又有慈善騷擾要唱嗎? 那次真是超級燈台 有個客人很喜歡聽我唱歌 我現在就聽嫂子這首歌唱熟它 然後再用我美妙的歌聲去迷暈它 那K合作你的話就要到了 除了我之後 還有人懂得欣賞你美妙的歌聲嗎? 很多人 什麼客人?這麼特別? Linda, 有東西吃了, 找他過來嘗嘗 嘗嘗 是不是蝦當時?很香 拜拜, 你來煮就越來越厲害了 是Philip仔煮的 這麼厲害?跟爸爸學的? 也不是, 是家樂教的 我們公司的那個金家樂? 辛威連閣最近搞了一個 夏日親子煮食班 Philip仔又來了, 所以學會了怎麼煮 最棒的是這個班是由家樂負責 很受歡迎的 任堂堂都爆滿, 想上堂堂都不行 這個班是在早餐之後 沒什麼客人的時段來搞 家長和小朋友上完堂之後 順手一個吃個午餐 連帶我們下午餐廳的生意也好了 拜拜 你這個想法真的很好 我還打算以後每逢過時過節 在我們旗下不同的餐廳 都可以搞這些班 一來可以增加收入 二來可以宣傳一下我們的大廚 我還以為爸爸你只搞酒吧 原來你搞餐藥也這麼厲害 好吧, 我就封你的偶像 真的嗎? 好像有突發新聞 反駁不了機場跑道出現 具帶列鋒及沉降問題 政府宣佈機場即時封閉 直至令行通知 而當地一名建築上 懷疑涉及行繪及使用不合格建材被捕 慘了, 輝輝 那島只有一個機場而已 如果放了的話 那我們度假村怎麼辦呢? Hello, YouTube 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這條頻道吧 Like 這條影片 按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